你泡麵少吃一點 美營養的東西 有好吃的吃誰會想吃泡麵 本來是想說 今天可以吃個好料的 結果報告的那一出 啥都不用吃了 哥 你要不要去跟爸講一下 這樣不要娶那女的好不好 這些事不用你來擔心 你就好好念你的書好不好 唸書唸書啦 一天到晚只會叫我唸書 我跟你說啦 就算我今天不唸也不會跟爸一樣 帶一個外人回來 他拿走我媽的照片 他們哥大姐只會氣得那樣 你跟慧民姐馬上就要結婚 大姐二姐也有男朋友未婚夫 說不定很快也要嫁了 這個家不就只剩下我 還有阿嬤 要一起面對那一隻 光想到這裡 我真的先哭 哪有你說那麼誇張啊 當然有啊 拜託 一想到跟個陌生女子 同一個屋簷下 說不定我還要叫她 我真的是說不出口 我問你 你跟慧民姐結婚之後 是不是要買一間房子 那你可以買一間大一點的 我跟阿嬤搬去跟你一起住 反正慧民姐人那麼好 不會計較這些了 張友日 你平常嫌我管你管這麼多 還會想跟我住在一起 反正我很快就要念大學了 到時候搬出去 去還你們兩人世界 怎麼樣 你這家伙計畫倒是滿詳細的 哥 你真的忍心看我跟那個女的 在這邊大眼瞪小眼嗎 就一句話 我到底是不是你最可愛的弟弟 夠了 張友日 你不用擔心這些 這件事交給哥來傳 你說的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郭主任 我正在看報表 昨天有一筆八十萬的轉出 是怎麼回事的 會給一個叫蔡淑貞的帳戶 這個人是什麼人 總監 這筆錢是董事長要我轉的 而且不是第一次 上個月也會了八十萬 一次轉給同一個幅圖 因為是董事長親自交代的 所以我就沒有多問 公司計畫要上櫃 財務要謹慎一點 以後只要是超過十萬以上的 資金轉出都要先讓我知道 好 漂亮喔 再來一個 給我一個創意的表情 好可愛喔 超美麗的 好 今天拍攝完成囉 拜拜 拜拜 媽 小心不要把我的衣服弄髒了 唉呀 你這網拍不是要收了嗎 你還溜這些貨幹什麼 當初花多少錢買 現在能夠賣多少就賣多少 都要進豪門做貴婦的人了 還浪費時間在這些小錢上 要我直接資源回收 唉 家裡沒啤酒咧 你跟那個張嘉誠不是準備辦婚禮嗎 日子盯了沒啊 別關我的事 我要辦的時候我自然會告訴你 關心一下不行啊 關心我 你是真的關心我 還是關心我在張家 你能不能得到什麼好處啊 唉 我是你媽耶 真是沒良心的 唉 我再跟你說一次喔 當初講好的 你跟張嘉誠結婚 就搬去跟她住 這房子呢 就過到我名下給我養老 你可別後悔啊 媽 你不要打這個房子的主意 我是說這個房子要給你養老 但我沒有說要給你 那還不是一樣 等你當上了新華的董娘 哪裡會看得起這個破爛房子 來跟我計較 媽 我再告訴你一次 我該給你的生活費我一毛都不會少 但是嘉誠跟新華那邊 你連想都不要想 唉 唉 唉唷 阿伯伯都是七十嬤兒子 怎麼會差別這麼大 唉 唉 媽 這種話你還說得出來 你要不要摸摸你的良心 你到底有沒有好好養過我 我從小到大 我不是看你牽牌就是賭博 連我辛辛苦苦賺來的錢 我全部都拿去給你還賭占 你到底還想要怎麼樣 我怎麼樣 我打牌 我牽賭 我有沒有贏錢 我贏來的錢 我拿去養外面的小王 我還不是都為了這個家 你懂不懂啊 你看看你啊 你這些便宜貨 你這一件一件賣 你要賣到什麼時候才會發財啊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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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你講 講這麼多你也不會懂 媽 你又要去哪裡了 你是不是又要去打牌了 我去跟朋友喝下午茶聊聊天 可以了吧 你以為我一天都要打麻將啊 媽 媽 嘘 你那邊 你得到了